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一个基础的分享的示范 有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自由共享 这个共享完全不需要使用者验证 然后呢 我们预计分享的目录的位置是SRV的Share目录 并且把权限改成755 不改用户跟群组 然后这是我等一下要分享的部分 那你刚刚看到我们一个SRV的一些注意的地方 就请你看清楚一点 第二个Work Group 工作群组 工作群组叫做Class Class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一个群组名称 那我打算改成这个 然后NetBiosName 我们这边要做一个NetBiosName NetBiosName这台主机叫做Demo 然后呢 这个时候Gest 也就是我希望使用的地方是 我不需要使用者验证 换句话说 我也不想知道来访的是谁 我管你什么人来 他全部都被我当成Gest 这种效果就叫做Anonymous 这也是一种FTP里面的Anonymous的概念 在我们面对这种分享的时候 如果我在不尽量减少主射进党的一些修改 我直接宣告我要呼叫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有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他并不需要使用者验证 也就是我把使用者验证的过程取消 那在这个使用者过程取消之后呢 他的问题是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设定 都跟这个设定有所抵触 在主设定档上面的一个security的设定 那我们等一下会特别跟你谈这件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动作 那等一下我们要在主设定档上 来进行档案的分享 那我现在另外开一个重断机 我要去找我的分享目录 SRV目录 在SRV目录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我现在为了公平几点 我把它全部杀光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我建立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叫做Share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起舞 我并不打算对它们做任何的事情 那在这个时候 起舞做出来没有错 可是它真的能够被上把分享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它可以写入 我刚刚讲 我们基本上打算它能够被写入 这个被写入之间是该怎么做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那么我们已经把分享目录打开了 我们对伺服器的设定 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往上拉 好 这里开始是刚刚所讲到的 Global Setting 然后这个Global Setting里面呢 它的一些基本的预设值 包含了工作群组 刚刚说我想要去设定 新的工作群组 看清楚工作群组 虽然这样写 在这个设定档上 很少见的在Linus上面 遇到这种所谓的大小写 都是同一个档 同一个字 同一个意思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要记得在这个地方 大小写都是同一个意思 然后记得下面这条叫做Server Stream Server Stream是一种说明自窜 说明自窜的目的呢 它希望能够让你在Windows上面 当老鼠移到这台伺服器上的时候 会有一个说明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说明文字 那说明文字里面跟人家说 那个Samba Server版本多少 这个是明着告诉人家 我是一台Samba 但是如果你不想告诉人家 你是一台Samba 你可以写这样子 Fire Server in Sales 这是销售部门的档案系统 这样人家就看不出来 除非人家有专门的工具 好 再下来第三个 叫做Name BIOS Name 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主机名称 这个主机名称 并不 并跟你所设的系统 主机名称并不相同 但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 如果你已经设好主机名称 像我这边的主机名称 叫做Demo 我并不想改变 它在Samba里面的名字 那我这一条可以完全不用 也就是直接杠起来 这种直接杠起来的状况 就是告诉你 它我并不需要它做特别的名字 所以我就直接使用预设字 可是如果我想要针对NetBuy's Name 也就是这台电脑的特殊需求 我希望给它写一个Fire One 这是我的希望 那我这个时候就把前面的分号去掉 好 这样可以吗 在这个时候 另外下面这两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一点 Interfaces 这个Interfaces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它直接指定了哪一张网卡 要提供Samba的服务 如果你的电脑有两张以上的网卡 你可能就要去需要注意一下 你的服务是否要骗及所有的网卡 当你完全没有设这一条的时候 它所有的服务都出现在所有的网卡上 包含你的Low 包含你的Low 所以不只是你的Ethernal 或多少或哪个IP 也就是你需要写IP什么意思 你的一张网卡可能有好几个不同的IP 那你希望你的服务是在哪些IP上面有 哪些IP上面没有 这边只要写有了就可以了 而且中间记得孔格 它的等号前后都有孔格 这是需求的问题 你看到人家这样写 就不要漏掉孔格 漏掉孔格就很没意思 接着hostess allow 允许连线的是谁 允许连线来源包含127点 没有 也就是127开口 这是自己本机连自己连线 接着后面的描述 就让你很轻松的看到 你怎么去写IP的直网 所以这件事也应该很容易能够让你了解 这是IP直网的写法 然后呢 有了这个host allow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还有另外一条 叫做hostess deny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 许多人在使用上马斯都没有意会到 因为这些语法的写法跟旧式的TCP wrapper很像 可是你现在不要急着说 说我不会TCP wrapper所以很糟糕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可以写hostess allow 你就一定可以写hostess deny 那反过来讲 你可以在这后面加上所有你想要拒绝的对象 这样子在NMBD上面 外面的客户端一来到NMBD 它就会受到阻挡 相对的防火墙 有没有这样的好处 不 这边的发生作用的地方 是在防火墙之后 所以你看一下 我先存档 防火墙是站在哪里 往往上拉 防火墙站在哪里 防火墙站在这里 也就是防火墙先发生作用 然后才会轮到NMBD 所以你可以利用防火墙 做第一个阶段的过滤 如果过滤不到 才会弄到这里 像这样的状况 好 因此在你等一下使用的过程中 你可能会 就是以后你用到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说我有什么方法 可以拒绝谁 拒绝哪一台电脑的来访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如果没有特别的特别要拒绝谁 我这一行就杠着 不会有事 接着你看它这边跟你说 Log File 它的Log放在哪里 这两个Demon的Log 分别都放在VAR Log Samba 在这个Samba的后面 加了Log点什么 这个点百分比M 它就告诉你它是个Demon 它的Demon的名字 所以我的头影片上面的名字 最好改一下 就像这样 这边 别的版本叫做NMBD底线Log 这都是可能会取的名字 现在它的名字应该叫做 改为Log底线NMBD 跟Log底线SNBD 像这样的状况 那这边就不用改 没有关系 Log的大小 你希望到多少K 然后这个时候 到了50K就被Rotate 这是Log Rotate的设定 好 这一条非常的重要 它叫做Security Security指定了 试补器验证用户的方法 像以前 他们会做一个Share Share的目的是什么 它就是没有做使用者验证 它现在就跟你说Deprecated 所谓Deprecated的意思是 它过期了 过时效了 没有用了 跟Server这两个 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拿张同意 来跟你讲这进阶设定的部分 Password backend 密码资料库的后端程式 使用传统的TDB TDB SAM资料库 这一点的更新 让Samba跟Window的用户跟密码能够可以说对照或是对Mapping对照对应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这个基本上来说你一般的设定上都还不用动它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不需要用户的验证 但在Security这个地方我设定的User它的好处就是在使用User的同时 在这个使用User的同时我的使用者验证是打开的 可是我现在就反其道而行我做了一个它不需要使用者验证的分享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呢 Security must be set to domain or at ADS ADS就是你的伺服器 你的使用者验证是透过DomainController还是AD伺服器 这样这两个 对于这两者的设定 Security设为Domain 就是WinusDomain伺服器 如果Security被设成AD呢 那就它是直接使用AD伺服器的 然后呢 Security must be set to user for domain controller 那如果你这台电脑 这台虚拟机要当作这个网域的主控电脑的话 那它的Security设定就要设为User 设为User的好处是 使用者要进入我的分享 必须先跟我验证身份 所以验证身份这件事 使用者资料库的建立这件事 都是在这里才做的 Security等于User Password的背景 后面的后端程式 就是TDBSAM 你要不要Dom Master 就是Local Domain Master 要不要Yes I know等等 这些我们都已经先盖掉了 这跟我们的考试跟环境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你需要这样做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这边的设定 你看 这个时候在网方上 Set Local Master to know If you do not want Samba to become a Master Browser on your network 如果你不希望 Samba 变成你的网路上的 Master 那你就要把上面的 Local Master 变成No If you always level 作业系统等级 determines the precedence of this server in Master Browser election the default value should be reasonable 在作业系统等级 伺服器出现在 Master Browser的选择选举中 然后呢 the default value 它的预设值 should be reasonable 它的预设值应该要合理 就是你的系统的基础的预设值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Windows Internet Name Server Serving Support Selection 这边包含Win S的新方法 然后呢 Win S的Support的 那个资源的状况 这Win S我们就不谈 这里方看到 Load Printers 载入印表机 载入印表机 是否要载 是的 载入词 它的预设的参数 是RAW 直接递送原始资讯 你要记得RAW 是不能够直接被列印的 所以它必须要经过转换才行 在这个时候 你看我们这边讲完 开始进行加目录的分享 以及印表机分享的登记 不过现在都没有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我希望在下面 加一个分享 我只能描述我的分享 很简单 我分享的名称叫做Share 它有几个基本的参数 包含 comment comment是一种说明 这个说明的目的是在帮助用户了解 这里面有些什么 然后呢 我说 freshare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说明 说明字串而已 所以没有什么很大不了 再来PATH 分享的路径 你说老师 我要不要点前后空格 我觉得这是一种状况 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 没有空格有什么错 但是在别的软体上 等号前面没有空格 或它不准你有空格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它有可能有问题 它的分享路径是SRV 的目录里面的 Share 然后呢 我要做什么 这个comment跟PATH 宣告了 这个服务是什么样的服务 在什么目录上面进行分享 然后呢 我把这个目录做完以后 我可以跟它说 我希望这个目录 是不需要使用者验证 就像在NFS上面的 所谓的FTP的Narmina是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只要写这几行 guest ok guest ok吗 yes 它是否可以允许 未经使用者验证的货 人进来 guest guest ok 然后guest only 它是不是只有guest能够进来 是的 它只有guest能够进来 然后呢 接着 除了这个以外 guest ok guest only 然后呢 我还可以说 read 这样一写 哎呀 有趣了 这个时候 这个目录就可以被上传 就可以被上传 那写是允许 类似anominus的角色 来进行上传 我们这三行都已经ok了 那在这个时候 ok 我必须要把画面先停下来 请你看下一段